歡迎收看小老師 陪你教數學 我們今天要正式的進入解方程式應用問題的階段 其實我們從這一章的一開始就慢慢的在佈局這件事情 帶大家劣勢 帶大家整理方程式 我們來回顧一下我們寫過的這個部分挺重要的 我們要解方程式的應用問題 因為我印了新的一章 解方程式的應用題 第一個這個要設X 那要怎麼設X我會提到 不是題目一出來我們舉這個上一次作業 這個爸爸跟小明 爸爸今年幾歲趕快就設爸爸今年X歲 然後發呆 所以不是這樣子 那老師要注意 如果你的學生會做這件事情 就是設了X然後發呆 那這是非常不妥的 那所以我們不是要趕快設X 而是第一步要怎麼樣 你要先搞清楚你到底不知道什麼 你要先搞清楚你到底不知道什麼 然後你要先搞清楚你不知道的東西 然後我們上一堂課呢 說明了其實關係就是某一種方程式 對不對 那接著呢你把這些不知道的東西 和不知道的關係整理出來 來挑其中一個色X 理論上挑任何一個都可以 實際上呢 去挑這個除數 比較小的 因素 都會比較好算 那 要如何去找到這個關係呢 所以說是有為筆 結果都會是等號 那在你整理完這個不知道的東西 和這些東西之間的關聯之後 接著我們就要來試著 第二步要列方程式 怎麼列方程式呢 我們剛剛講 你隨便挑一個東西設成X 一個不知道的東西設X 然後 把其他的不知道的東西 也透過關係來以X表示 什麼叫X表示 就是把它變成一個 含有X的多項式 變幾X加幾這樣子 那理論上 你有N個不知道東西 然後你有N個關係 你就會解開它 那每消耗一條關係呢 就可以把一個不知道的東西 以X表示 所以最後會剩一條 我們直接這個 以剛才看這一題 兩年前爸爸年紀是小明的四倍 那我們設 要設什麼 這種題目一般其實沒有一定 但是一般都設今年 所以 其實我不知道的東西有兩個 一個是爸爸的歲數 一個是小明的歲數 一個是小明的歲數 兩年前 爸爸是現在歲數的 少兩歲 小明也是現在歲數的 少兩歲 兩年前爸爸的年紀是小明的四倍 是有為比 就是等於 四倍成這個 對不對 這是一條關係 這個三年後 爸爸年紀是小明的三倍 這樣子 可以嗎 好 兩個不知道的東西 兩個關係 這樣就解得開了 那這樣就解得開的話 隨便挑一個色X 那我們挑這個 比如說爸爸色X 爸爸色X之後呢 這裡有兩條 隨便挑一條 來這個 來把小明也換成X 那比如說挑這一條 那 怎麼把小明換成X呢 就是把爸爸的位置寫X進去 所以他變成X-2 等於四倍小明 我直接沉進去了 減8 對不對 所以四倍小明呢 其實是X加6 所以小明呢 其實是 四分之X加6 對不對 整理到這裡呢 我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如何在這個題目底下 來寫我們的計算過程 如果你們老師可以接受 你在 這個 考卷上 或在作業上 留下這個思考內容 那你就留著 如果你們老師 只希望看到 一元一次方程式求解 可是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 很多問題 你明明不知道的東西 就是兩個以上 那你要如何把它 偽裝回來 變成一元一次呢 請跟著我這樣做 以我們剛才的這個推論過程為例 色 爸爸 今年 X歲 我都跟我的學生提醒 我建議你們寫色的時候 寫一句有意義的話 不要寫這個 有的學生很懶 色爸等於X 這樣 那什麼意思 因為今天題目簡單 所以你不覺得 你有混淆的可能 可是其實以後就不見得了 你以後就很有可能 你設了一個爸等於X 之後開始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這爸爸今年X歲 那麼 小 折 這一句 這個步驟非常的重要 寫這個折非常的重要 折小明 今年 今年 四分之X加六 我都一再的提醒我的學生 那我也希望 這個 螢幕前面的老師們 可以提醒你們的學生 要寫這一步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一步不寫 你設完爸爸今年X歲之後 很容易就罰呆 因為 尤其當 我們 我都跟學生說 要去整理這個關係 要寫成這樣子 可是因為學校老師都不會這麼做 那我也沒有要求 他們一定要這樣做 所以 學生很容易就是 把它當一種 思考工具而已 聽聽就算了 他們實際上不寫 那我也不強求 就是去寫這個 因為你能夠寫對那一題 也就算了 那 知道怎麼想就好啦 我不是說分數才重要 我第一次說 知道怎麼想 不見得要照我的方式寫 那 但是問題是 當他不去整理的時候 他寫完射 他的方程式寫不出來 怎麼辦 所以至少 至少有一點 我是要求的 至少一定要寫這一句 當你寫完 射 爸爸今年X歲 你懂得你要去寫小明 小明今年幾歲的時候 當你寫到這裡的時候 至少你就會知道一件事情 對我應該要去怎麼樣 利用一條關係 把小明 以X表示 你就知道你要去做這個動作 他等於是幫助學生 去 這個跨上上面那個台階 所以中間有一個支撐點 所以寫這句很重要 爸爸今年X歲 則小明今年四分之X加六 這個時候呢 我們 整理到這裡了 那 用掉的這一條關係 就不要再用了 用這個 剩下來的 這一個 那 帶進來 帶進來 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 X加三 等於三倍的四分之X加六加三 可以嗎 這個就是方程式 那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部分 就是 如果今天有一個題目出這樣子 這個是你們要留在上面的式子 你就完全看不到第二個未知數 看起來就是一個一元一次方程式的問題 那事實上就是因為可以這樣子寫 所以有許多 我就說有許多一元一次方程式的題目 實際上他不知道的東西不止一個 但是他都還是在一元一次方程式這張出了 你也不能說他就是超出範圍啊 因為他並沒有用到二元一次的這個 加減消去法 之類的方式去求情 來 不過實際上我們 實際上是用了帶入的方式去消去的一個位置數 那看這邊 所以我們最後把它解完 那這個 我們現在 回手一下 這個我們寫的東西 所以最後還會剩一條關係 我們剛剛就剩下面這一條 那這一條關係便是用來解X的方程式 然後不要代入已經使用過的關係 來 先給你們一個時間抄 按暫停把它抄起來 最後 你列方程式列出來了之後呢 最後就是解答 求解那個X 然後確認題目所求寫答案付單位 好嗎 好 那我們把它解出來了 好 X加3 等於 4分之3 X加18 加3 加9 所以 X加3 等於 4分之3 X加 4分之10 18 加9 所以 所以 4分之3 X1過去 4分之1個X等於 這個 加3 減過來 等號兩邊同減3 這裡剩加6 4分之18是2分之9 2分之9加6是 這個 4 2分之9是4又2分之1 所以是10又2分之1 所以等號兩邊同成4 X等於 42 所以 爸爸今年42歲 帶進來 42加6 42加6 48除4 小明今年12歲 答 爸爸 今年 42 小明 今年12歲 可以嗎 好 最後寫大 含附單位 那這個就是解方程式 好 我們要利用這個問題 來說明一下 我們剛剛在這個整理的時候有說 其實你設哪一個X都可以 我們剛剛是設小明 我們剛剛是設爸爸 所以我們現在換一下 我們來設小明為X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也來示範一下 你就寫 小明 今年 今年 X歲 好 這個很重要 那 那 爸爸 今年 幾歲 一樣 兩個挑一個嘛 那我們還是挑上面這個 小明今年X歲的話 同樣的把X帶進來小明這個位置 所以爸爸-2就會是怎麼樣 4倍的X-2 所以我們算在上面好了 8-2等於4倍的X-2 所以把這個4乘進來 然後兩邊同加2 所以爸爸 其實是4X-2-6 其實是4X-8-2-6 所以爸爸是4X-6 可以嗎 所以 爸爸今年4X-6歲 好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還剩一條關係 沒用到 把他們都帶進來這條球解 所以你的這個-X的方程式就是 4X-6加3 等於3倍的X加3 所以 4X-3等於3X加9 X等於12 等號兩邊同-3X 這樣這個就不見了 這個剩一個X 然後等號兩邊同加3 所以X是12 X是12的話呢 4X-6等於42 那寫答 答我就不寫了 那 你看 這樣就解好了 所以其實色 小明跟色爸爸 都一樣 都解得出來 然後呢 你會發現色小明比較好算 這就是我們前面說的嘛 因為怎麼樣 小明是比較小的 那他是除數 音數 色小的色除數 色音數都會比較好算 好 這個是一個說明 然後呢 我們還要再說明一件事情 就是剛才有說到 我們假如今天已經決定色小明為X了 然後我們要用一條關係 把另一個東西 以X表示 我們剛才也說了 隨便挑一個都可以 所以假如今天我們不挑上面這個 我們挑下面這個 這個 色小明 今年 X4歲 色 years old 摺 摺 那個美國 他們自己都懶得寫 他們都寫YO 摺 這個 爸爸 今年 幾歲 我們這一次挑下面這個 所以 把他打勾 然後 X帶進來 所以爸爸加3 等於三倍的X加3 所以 這個三倍X加3 乘進來是3X加9 等號兩邊同減3 所以其實 爸爸等於3X減6 加6 所以爸爸等於3X加6 可以嗎 那這樣子的話呢 式子就要用上面這一條 所以 3X加6 減2 等於4倍的X減2 那 所以3 X加4 等於4X減8 其實你寫到這裡 你會發現 跟我們剛才寫的那個式子很像 因為其實就一樣啦 你就 把這個帶來這邊 和把這個帶來這邊 所以其實很像 而且他答案一定是一樣的 所以X等於12 那寫答 可以嗎 所以呢 我們不只是設哪一個X都可以 只要這兩個 不知道的東西都在這兩條關係裡有出現 那我們用任何一條來解這個X也都可以 那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們剛才還講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最後這裡 不要帶入已經使用過的關係 我們現在就來做一次這個動作 我們剛才是用這一條 使用掉了嘛 消耗掉它 把爸爸以X表示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今天我 不是把他們兩個都帶去上面這一條 好我是把他們兩個都帶來下面這一條呢 那你會發聲 帶進來 爸爸是3X加6 3X加6加3等於3倍的X加3 所以3X加9等於3X加9 所以來寫 在你剛才的這一條後面 不要帶入已使用過的關係 否則怎麼樣 會變 廢話 會變廢話 那這個我都強力的建議這個 老師們 可以跟學生強調這一點 會變廢話 因為非常的這個 前行易懂 不過實際上它不是廢話 我們前面有介紹過了 3X加9等於3X加9 等號兩邊同減3X 得到9等於9 9一定等於9 所以答案是什麼 X等於任意數 原來小明的歲數任何數都可以 是嗎 不是啊 小明的歲數12才可以 所以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於我們前面這裡 你使用了這個關係 你用了這一條 讓爸爸以3X加6表示 意思就是說 在這一條方程式成立的情況下 小明是X爸爸可以是3X加6 你又把它帶回來了 那我們前面講 方程式求點就是在解這個 X要是多少 這一條等號才會成立 那你這個東西已經建立在這條等號會成立的情況下 你當然帶回來這條等號一定會成立 所以你就會算一算發現 X不管是多少它都會成立 但是這個是邏輯上不對的 好嗎 就是如果今天我考100分的話 那我一定會考100分 因為我就已經講了 如果今天我考100分的話 所以我當然就會考100分啊 所以今天就是我們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因為它邏輯上不正確 當你使用掉這一條式子的時候 你已經假設它一定會成立了 然後讓爸爸等於X加6 所以接下來你要利用另外一條 來去解出X 你再帶回來就會變成一條 看起來好像是廢話的式子 那解出來如果是任意數也是不對的 所以這就是說明一下我們在解方程式的時候要注意的事情 有關於這個不要帶進去已經使用過的式子呢 由於因為學生不見得會像我這樣子去整理它 學生很容易只是看著這個中文題目 只留下我們這樣子設 設這中文題目 就看著中文題目然後就設 設然後折然後這樣就寫寫寫 那這樣子的話呢 它很容易就忽略掉上面這條用掉了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 就算它不寫這個整理 當它已經使用掉某一條關係的時候 也要把它畫起來打勾 畫起來 這個還沒用 可以嗎 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那這個我們前面有講 你要能夠解出所有不知道的東西 所有的未知數 你有幾個未知數你就要幾條關係 假設我們現在有五個未知數 那你就會有五條關係 那接著呢我們隨便挑一個未知數設X 然後你用一條關係把任何一個未知數以X表示 所以四個未知數你會消耗掉四條關係 所以你一定會剩一條 那一條就可以求解 然後就要用剩的那一條 好來試著寫一下上面這三題 這很簡單的題目 劣勢求解 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都有可能會接觸到直銷的工作 那其實直銷這樣子的工作呢 他是我們稱為關係行銷裡面的一種 就是他在賣東西 那他賣東西的管道不是透過店家 也不是透過網路或郵購 而是透過人際關係 理論上直銷不是一件壞事情 但是有很多人把他做成啊 俗稱老鼠會我們稱為多層次傳銷 直銷跟多層次傳銷的界線非常的模糊 所以你很難斷定他到底是正派還是不正派的 但是我給各位一個原則 就是如果今天你面對到的這個業 這個來找你的人 他一直在跟你講他們的產品有多好 然後呢這個他也很重 他也很了解你的風險 就是你要去做直銷本身也是很辛苦 所以第一個 他不會要你先繳一筆什麼什麼很多的錢 然後先買貨去屯 那第二個 他很著重在他的產品本身 那這樣子的直銷可能比較正派 那怎麼樣的直銷比較不正派呢 就是他一直在跟你講這個有關於拉下線的事 然後一直在跟你講抽成的事 因為很多年輕人都喜歡 怎麼講 可以講難聽一點 不勞而獲 所以聽到說 你如果去找一個下線 那他去賺的錢你可以抽成 你這樣你自己就不用累了 你就不用那麼辛苦了 大家都會很心動 可是其實呢 那有那麼好的事 那如果他一直在跟你著重抽成的事情 你就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對 我可以去抽下面的嗎 那下面的也可以去花下面的嗎 可是問題是 總要有人把產品賣出去 我們才有得抽啊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賣掉這個熊老師 每次都拿他出來賣 那這個熊老師一支一千二 然後我就說你如果幫我賣的話 我抽一成 你如果找到人幫你賣你也可以抽一成 如果你找的那個人再找人幫他賣 他抽一成你也可以抽他那一成這樣子 那我們最後會回到一個問題啊 就是 誰買熊老師 所以 那一千從哪來 對不對 所以你要有正派的話 就會著重在產品 那如果沒有正派的話 他就會著重在抽成 那他實際上你抽的成從哪裡來 他如何賺到錢 就是他會跟你說我剛才有講 你一加入你可能就要先繳一筆錢 他就抽那一筆錢 那這樣到底好不好呢 很多人會抱持一種錯誤的想法 會覺得說 我 我只要是一開始的人 就是我再去拉下線 我就賺他們的錢 那我也不管這個到底 合不合法 我也不管那些被我拉進來的人 會不會賺錢 反正我最後會賺到錢 很多人會有這種想法 那 我覺得這個太天真的 因為我自己有去接觸過 那也有上網蒐集一些訊息 會做這種多層次傳銷的 其實都是相同的幾個集團 他們今天呢 就開了一個比如說這個 叫做熊老師行銷公司 那 就開始收下線嘛 賺一賺賺一賺之後呢 等到我招募到你的時候呢 通常你都是在被我賺錢的 你都已經很難賺到錢了 那你很難賺到錢 過一陣子你就會不買嘛 不買沒有關係啊 我就收掉啊 我就把這家公司關掉 我再去開一家新的 所以很多人會幻想說 說不定我是一開始加入的那些人 所以我可以抽到下面的抽很多 但是其實這都是錯的 因為一開始加入的那些人 通常都是固定的一群人 他們就開了一家公司 賺了一筆之後 把公司關掉再去開下一家 所以等到你被知道 你被找進去的時候呢 通常你都沒有得賺 那所以呢 這就是 直銷是好 你不能說好或不好啦 它就是一種行銷模式 可是你去接觸直銷的時候 你一定要留意 它是不是著重在它的產品本身 那如果一直在跟你講 我講到兩個重點 你如果發現的話 你就要警覺 第一個就是它一直著重在抽成 但是它很忽略產品 你不覺得它的產品有什麼優勢 好值得讓人家買的 第二個 它會要你加入就先交一筆錢 它也會要 它會跟你說你去抽別人的那筆錢 那當它有這兩個特色的時候呢 那你就要留意 它可能不是太正派的公司 那因為有一些產品 它本身不走這個超市或賣場的通路 它走特別的市場 所以也不是說直銷都不好 大家要自己留意 我來看這幾題 這個烈士 三角形面積120 所以請不要寫 那也可以寫啦 你就寫這個三角形面積120 但是這樣就沒什麼好險 你不知道什麼好不知道這個底 乘以高嗎 底乘以高除2 等於120 長方形面積60周長34 我們都應該知道長方形面積是長程寬 你如果真的寫面積等於60周長34的話 這題我不想給分 因為這樣沒有用啊 長程寬是60 然後這個周長是長加寬乘2 這個國小應該有選吧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寫長加寬等於37 就是周長的一半這樣子 那我剛有講過 兩個不知道的東西 兩條方程式 其實這題解得出來 只是我們沒有教 因為它這裡用成的 所以會變成一圓二次 來看下面這題 三角形三個內角 恰巧是連續偶數 可以解出來 我們剛才說連續偶數 射成X X加2 X加4 合起來 三角形內角合要180 所以加起來是180 我沒有寫射 但是其實你們應該要寫 我懶得 這個 3X加6 是180 X是58 為什麼我算那麼快 因為我知道答案 那X是58 所以這三個內 最大角是62 這三個角是58 60 62 那這一題呢 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如果他出這種連續體 連續偶數 連續奇數 連續整數呢 當他出的這個數字 是剛好是奇數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 射最中間這個為X 那這樣子這三個角 會變成X X-2 X加2 於是他合起來 就會剛好是3X 3X是180 這樣就簡單多了 X是60 可是你要記得 你這個X是中間的一個 所以最大的是62 最小的是58 然後 這是今天的作業 抄起來 到這裡 那麼 你就上這裡